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期鬼 你昨天说你是姓鬼的 姓鬼神 那你就说说你对 有神 就是如果有神的话就应该有鬼 就是 敏戒 就是你认为的 四川敏戒 你认为的 我就想知道 你这个相信有鬼 你是从小是怎么对鬼是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 这个从小可能也算是一个 案例 也算是一个经历 就是说我小时候 有段时间胆子比较小 胆子小 可能是很多小孩都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你看父母 双职工 我脖子上套个钥匙 70后80后的孩子都有普遍感觉 60后太老了 70后80后都有一个 不老 正年轻的正小伙子 正当风华 80后更是年轻人 年轻 风华症 所以 你也知道 不得上跨个钥匙 防备父母挽回来 或者你得进家 有时候不敢进家 因为黑的 等你下来学 特别是小学 三年级以下很小 托儿所大班 你得回家 那倒是不远 回去以后 你一看这个情况 不敢开门 就等父母 一般等一个小时 短的时候半小时 多着一个小时 外面你小孩你想冬天又冷 就胆子小 害怕 他不敢开门 父母回来吧 你再次就没事了 要么就是强迫自己 做好准备 就像发射火箭一样 马上后续动作都响开了 啪啪啪 一几秒钟开开锁 然后推门进去 马上冲向 你知道北方都是火炕 冲向火炕旁边 拉扇都固定了 不像现在 你一进门 扒扒扒 冲向火炕 你还得冲向屋子里面 上了炕 啪 溃在炕上 这就马上不怕了 你家里陈车都清楚 马上就好像没鬼了 就没有还 挨着一下 你要不敢的话 就始终就等父母 就是你是小时候比较小 特别三年级以下 一年级二年级 我跟你讲一下 我对鬼的了解 还是托儿所大班 幼儿大班 我倒没有说小时候害怕 我倒没有 我就觉得我在青春期期间 看了很多这种香港的 这种僵尸的这种鬼的电影 像什么鬼打鬼 开心鬼 像什么 还有林振英 演的那些什么 一枚道人 各种僵尸什么的 对 鬼片是翻翻别类的 我觉得我看的最恐怖的 有一个电影的名字 叫做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 它也不是说有鬼 四月初日 它只是说了 关于一个小女孩的 经历 怪异的 发生在她身上 很多怪异的事情 无法解释 还有一个电影是 一个女的买了一个 一个物品 放在床头的那种摆设 这个东西是一个受过诅咒的 所以她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这个女的就经常遇到一些怪异的事情 邪事 就是这种 就香港的 香港拍的 物品有问题 对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板子比较大 就随便看我也不害怕 也不怕 晚上也无所谓 真的不怕 那有的人晚上不敢 真的不怕 然后后来就是看那个故事会 故事会里边有时候会有一些 就那个小说会 然后有一些会有一些鬼的故事 对 再后来 有些文章不错 再后来我就再也不看鬼片了 我觉得 干脆不看了 对 一个都不看 连这个开心鬼 搞笑的这个鬼片我都不看 因为我觉得它对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影响 对我有影响 觉得很算 有影响就不要看 这就不真的就不看了 从那个一直到现在 不看 有这种镜头的 或者说这个电影里边带了这个字 或者说稍微怪异一点 我都不看的 我也是从来不看 就是不乱看 反正我觉得不好 我就不看 我哪怕看神仙 后来 后来 我也是到了美国以后 在上周 遇到了一个女的 她是 她的车钥匙上 是有一颗那种 琥珀一样的那种 蜘蛛 蜘蛛 手上也是有一个蜘蛛 蚊身 脖子后边有一个蜘蛛的蚊身 她的衣服上又有一个蜘蛛的图案 喜欢那个图案 我就问她 我说你喜欢蜘蛛 羊指球 我说你 中文的初中课本的羊指球 我问她 我说你喜欢蜘蛛 她说 不 我害怕蜘蛛 我说你害怕蜘蛛 你搞的全身都是蜘蛛 她说 对呀 我就用它来克服恐惧的 我说 我说你厉害厉害 我说不错不错 看得清清楚楚 假的 假的 然后她说 因为聊天 她说你害怕什么 我说我害怕 我说我害怕大鲨鱼 因为在美国 害怕大鲨鱼 是一种常识 我说我害怕大鲨鱼 其实我都没见过鲨鱼 对吧 我说害怕鬼 她说 你不要害怕鬼 她说 你记着 所有的鬼 都是好鬼 所有的鬼 所有的鬼都是好鬼 一个鬼 站在你家门口 你就让她进来喝牛奶 吃饼干 吃完她就走的 你别招惹 我听了这段话的 在一小段时期里边 我反复的思考 最后我就得出了我的答案 最终结论 美国人 他特别善良 他认为人死了以后 也是善良的 中国的鬼文化 有一些人特别饿 特别坏 他就认为 这人死了以后 他还是那么坏 再有一个 很多国人 很多中国人 活在这种 冤屈里边 对吧 所以死后会说 变成厉鬼 这是中国的文化 美国 他就没有这种冤屈 所以人死以后 他也是开开心心的 他活着的时候 开开心心 死了还是开开心心的 所以 活着什么样 后来 这个问题就大了 你知道吧 我就更近了一步 更近了一步 我就发现 突破 原来是 鬼呀 这个鬼论 其实它是一面镜子 它照顺的是你的内心 你是一个恶人 你就会觉得鬼是恶的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就觉得鬼也是善良的 人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什么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对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 属于这个人之常 包括日本 反正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这种鬼文化 日韩文化 都是恰恰说明了 在这些民族当中的深处 是有恶的 真的 这个就是恶 相当一块很恶 他们就认为这样 像中国说什么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对 变成厉鬼 就是最初创造出这种文化的人 他们一个是用来吓唬老百姓 吓唬这些胆子小的人 另一个就是 就是让你心有恐惧 对吧 心有恐惧 所以我觉得 鬼游牺牲 就是自己 你自己 一心里怎么想的 就是怎么想的 你半夜忽然间害怕了 你为什么会害怕呀 让他遇下 对吧 对呀 你为什么好好的 你肯定你 你旁边飞着一只文字 你觉得他会害怕吗 他不会的 对吧 你肯定觉得内心 所以说就是这个鬼 就是 首先大家就是 不要害怕 对 不要害怕 所有的鬼都是好鬼 如果有的话 所有的鬼都是好鬼 他不会伤害你的 这就是毕竟是两个世界 是吧 首先我不相信鬼的 但是我只是说这种说法 我只是说这种说法 有人害怕 没必要 不必 不必要 但是我就是读书的时候 我真的我也不害怕的 那时候我的心特别正 那说明你还是正气足 就是外边哗啦哗啦 什么想什么 我都真的不怕 像有的人阴气足 真的不怕 就是阴胜阳衰 他就有可能 有的人会害怕 感觉吞杀一下 阳气壮的人 他一般正气大 对 你关于这个 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你有没有遇到过 你不怕影哗 就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 没有 我没有 但是我有个亲戚遇到过 我跟你讲 案里他是 这个肯定没人讲过 大概两分钟就这个事 说啊 你说 这是我表妹的妹夫 亲表妹 你表妹夫 表妹夫 他那个 他说他有一次遇到这个 他不是老家 饿尔多斯的吗 然后在那个地方 大土国家不是建设 什么大开发 热潮高潮 然后他有一次这个 他开了个饭馆 给工人吃饭 吃完饭 然后几个朋友喝酒吧 喝完酒 他就想 尿急 他就去 哎 附近这个工地 他一出他们平房 旁边这饭馆的 一出平房 然后小便吧 他都听见他小便的声音 结果他突然听到背后好像也有人在小便 他吼吓了一跳 因为他 那个地方不是会有谁啊 因为他来之前 人家的余光都知道嘛 虽然黑夜也不可能 不用仔细看没人吧 他就警觉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和害怕 哎呀对对对 我跟你讲 然后突然回口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个人也 我个人也亲身的 我个人 就是我亲身经历过一些这种事情 对 就是当你 当你 当你的房间里来了一只鬼 或者一只幽灵的时候 你心里是能感觉到的 哎 你在你在马上你就有直觉 你身边就是有一个东西 我这跟你讲啊 他属于胆子大的 我就我自己亲身遇到过 但是我现在我还是不信 对于我亲身经历的那个事情 因为是我一个亲人 我的亲人死掉了 我半夜睡觉 哎呀 他就从窗户进来了 肯定有所感觉 我就醒了 醒了 我当时用的一个那个诺基亚 那个摩托勒拉手机 我就想用光照 但是就是截不了锁 然后我就醒了 我就知道他就是站在这个房间里 你感觉到 但是不害怕 你感觉到就是 就是你就觉得是 他活着的时候 因为感情特别好吧 你不会害怕的 对 当时就真的真的就感觉到了 你就这就想 这一秒钟 咱们两个坐在这里 对吧 其实是 感觉上就是 我没有在这里 你自己坐在这里 你也感觉我现在在这里 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房间里 就是比如说 你在一个空的房间里边 你坐在一个椅子上 你身边 进来 就是有五个朋友都进来了 你坐在椅子上 你把眼睛蒙上 你闭上眼 你也能感觉到 你五个朋友在你身边 对吧 对 这个鬼就是 你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边 你闭着眼 自动 你都同样的能够感受到 有东西在你身边 突然间 你就是这个真实 这个感觉是完全真实的 真的 完全真实的 这是幻觉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 他为什么能这么清楚 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读书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大车 从后边一照 我前面所有的人都没有没有头 哦 哇 汽车大灯一照 你等会看见有什么物体 就是不是就是 我去你知道读书的时候要上早自习吗 对啊 早自习有时候五点多去吧 五点多去吧 六点多去 对 你就是在走去学校的路的时候嘛 走不却 对 就是有遇到一些也是同学嘛 不走 别的班的同学嘛 在一起 没有前面都在一起 都在往学校走 那时候可能天还蒙蒙亮 甚至还没有亮 没有亮 冬天的时候 然后那个大车灯一照的话 前面的人都没有头 当时看到 你们在路边走 对啊 我就看到这个特别清楚 就是没有头 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光线的作用 光线不可能 也可能厚脑吧 全是头发 好多次啊 真的好 那一小段时间 每天都这样 它不是头发挡 不是那样 不是 就是没 脖子上没东西 哦 那可能 后来我就不怕了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光学反应 我觉得这是一种光的作用 光在黎明照的时候就这样 对 还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我奶奶的 当时我奶奶 你看在我上的杂子 咱们俩在这儿切了 哈哈哈 我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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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还有一个事情 就我奶奶 在鬼上身 对 我亲身经历的 我们家所有的亲戚啊 叔叔 大伯 全聚在那里 就是鬼上身啊 就是说那个 对对对 老天人过去经常喜欢 他就说 他就说 一次也没去呆着过呀 什么什么情况 气得我爷爷拿个菜刀具啊 说说说你他妈的说不说你到底是谁 然后就说了 说是谁谁谁呀 他不敢 活着的时候啊 一次也没来过你们家呀 现在就是忽然就很想你们 就过来看看你们 就这个情况 后来就 呃 去路口啊 烧了点黄纸 烧了一点钱 啊 就是说 这就贵了嘛 对 就请着走了 就去 请 请神容易送神的 你这样的话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但是我还是不行 我不信 我觉得 哦 终归 因为你的感受是个人感受 个人感受 别人理解不了 哎 我一个同学 他那个事情 更那啥 他们那里刚死 他们那里刚死了一个人 他是住在胡同里边 住在胡同里边 他那边那边有一个人死了 挺好 然后他是半夜十二点去玩牌 玩牌回家的路上 嗯 他说那条胡同啊 他走了多少年呀 二十几年 妈他太熟悉了 愣转不出去 很长 不是 他说也没有长 就是他都无意识的 就是你只有一个意识 就是往前走 对 没有想你走到哪了 因为是晚上嘛 夜里 对 他说 他就一直走一直走 直接走到了死人的那家 推开门 他们家门前呢 种着一点那个竹子哈 有削了的 他们家有人去世了 啊 对啊 就是那个竹子那个削了的那个 那里特别刺嘛 特别尖 对 插到了他眼睛这里 这里 插了一下他就醒过来了 他说我怎么 我怎么在这里呢 刺激了一下 然后他就点了一根烟 点了一根烟 抽了两口 他就确定清醒了 啊 他就走了 对 就走了 这就是 这不邪门了吗 这是听说的 听说的 对对对 就是上也是读书的时候 我们 别瞎聊天 就聊的这些 他感受很清晰嘛 反正就是 给我个人感觉 就是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 所以就像若存若亡 有可能很多人这样不认为 很多人也不认为 但其实你知道这个鬼 在中文里面是鬼哈 但是在英文里面 你可以讲是零 是灵魂 它是灵魂 它是灵魂 它是一种灵魂 灵魂 灵体的话 也可能是一种物体的状态嘛 我觉得中文里面的这个鬼呀 跟英语里面这个 灵魂是两个事情 不是一样的 好像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像天使 中国就没有天使 天使也是一种灵魂 仙女 仙女它就不是天使 对吧 所以中国的文化 那也不叫天使 就是中文里面没有天使 没有天使 都是西方词借来 所以很多词汇 我觉得翻译的 就是它不准确的 因为今天的翻译 很大程度上 还是依赖的在 民国的时期 有一种翻译 然后很多翻译 还是清朝的时候的翻译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圣经 今天流行的这个和和本的圣经 它之前的版本就是民国的时候的版本 民国的时候的版本 大部分的这些翻译 还是依赖的清朝的时候 那些清朝的大学士 还有那些传教士 他们做的翻译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 很多都是文言文行识的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那个就是 就是有时候过去去教会 有时候时不时查阅 还有你在纽约考驾照的时候 有个提示 当你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上面有一个答案是 三思而后行 你要是如果没有 广泛的接触文言文的话 你觉得很奇怪 三思后行 三思而后行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这个翻译就很古老 好了这个我们聊的太多了 对对对对 好 谢谢